政府強推新竹縣市合併遭質疑因人設施 新竹市長林志堅晚間宣布棄選2022大新竹市長 希望促使竹竹病順利過關 對此新竹縣長楊文科則說 縣市合併是國家大事 應該要有完整的配套跟縮密的審核流程 被外界認為竹竹病是因他涉事的新竹市長林志堅 二期後晚間抛出震撼彈 宣布即便竹竹病升格也不會參選市長 回顧9月初的時候 我提出竹竹合併升格的一個倡議 第一時間得到楊縣長的支持 不過面對林志堅棄選 新竹縣長楊文科強調個人參選 與縣市合併是兩碼子事 林市長他要不要參選 我想是他個人考量的事情 但是合併升格這是國家的大事 四大公投結束 總統蔡英文馬上開會 推動新竹縣市合併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火大炮轟 對於新竹市新竹縣 也應該要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完整的時間表跟完整的財政配套 國民黨指出林志堅不選市小朱朱苗 併升格勢大超過七成民意 不信任民進黨是真心為國土規劃著想 呼籲政府應召開國事會議 實質討論地方規劃與財政分配 才是推動國家前進應有作為 記者和孟謙